探索科學新知 體驗生活科學 今天的發展科學專題 要帶您了解新冠疫苗的製作原理 目前主要有四種的疫苗技術 今天要帶您看的是AZ和嬌生 所採用的腺病毒疫苗 顧名思義就是利用腺病毒當作載體 讓新冠病毒的極蛋白DNA 能夠更順利進入人體 刺激免疫系統 只是為何要用腺病毒當作載體呢 帶您深入了解 一箱箱疫苗遇抵台灣 這是7月初 日本正送給台灣的AZ疫苗 也是國內目前最主要施打的疫苗之一 而這種疫苗屬於腺病毒載體疫苗 也就是把新冠病毒的蛋白 放在其他病毒身上打進人體 腺病毒本身我們投與進去 就是放在一個腺病毒的一個病毒載體 帶有這個蛋白質的DNA 所以嚴格講起來 腺病毒叫做DNA疫苗 腺病毒本身是病毒啊 所以可能會具備危險性 所以我們就把腺病毒的毒性給減弱 所以它基本叫做減弱型的活病毒疫苗 腺病毒疫苗的原理 是模擬人體自然感染的現象 在疫苗製作之前 需要先將腺病毒載體的自我複製能力消除 再將一段新冠病毒極蛋白的DNA 放入腺病毒的基因序列當中 最後送進人體製造抗原刺激免疫系統 不過為什麼不把病毒DNA直接注入人體 而是要靠著病毒當載體呢 原因是因為病毒比較容易感染細胞 刺激免疫反應 因此把DNA包在病毒載體裡 就像是快速通關的門票 能夠更加順利地進入人體 只是這麼多的病毒載體 為何選擇了腺病毒呢 原來人類對它並不陌生 從小到大幾乎都曾經接觸感染 像是化膿性扁桃腺炎 結膜炎等等 都是腺病毒所引起的 因此人體內的免疫系統 對腺病毒也能夠產生 較佳的免疫反應 腺病毒本身呢 在我們體內在有人類從小 長大出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多少都已經接觸到腺病 的感染 而且腺病毒的感染本身就是 類似呼吸道性的感染 我們的免疫反應其實已經知道 腺病毒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的免疫反應會做正確的作用 去讓這一個腺病毒呢 不具備毒性 這是一個概念 不過由於腺病毒本身是病毒 因此和其他疫苗相比 副作用的感受更加明顯 甚至更加強烈 兩個舊平台的要不良反應 會比較多一些些 不舒服的感覺會比較多 儘管如此 腺病毒疫苗成本低保存容易 同時研發製造快適合疫情緊急使用 再加上腺病毒打進人體後 不會自行複製 很快就會被消化掉 因此安全性相對較高 因為腺病毒本身是非複製型的 所以大大的降低腺病毒 可能感染人體產生的風險 腺病毒顆粒本身到我們體內以後 它會很快的就是所謂的崩解 而被消化掉 不會有長時間存留在體內 所以第三個它也這樣的方式 來降低我們可能產生的副作用 目前運用腺病毒所製作的新冠疫苗 像是AZ和嬌生 臨床上都有不錯的表現 未來這種技術 也能夠繼續對抗變種病毒 讓人類能夠盡快地打贏這場爭議